2022最强风亡的宣兰诺墙台 是步步逼近日本冲绳 在当地掀起了狂风暴雨 美国气象单位就发现了 宣兰诺的暴风半计更小更对称 让他的威力是更加凶猛 而宣兰诺的最大瞬间风速 恐怕会飙迫每秒70公尺 相当于新干线的时速 就连房屋都可能被吹倒 墙台宣兰诺逼近这本狂风暴雨 把大树吹得剧烈晃动 民众吓得躲在屋内根本不敢出门 宣兰诺可怕狂风瞬间把摩托车吹倒 东京离岛最大瞬间风速 高达了每秒48.4公尺 创下了8月观测史上第一 但它的威力还在不断的增强 以达日本定义的猛烈台风等级 今年最长台风宣兰诺 吸饱水气不断的增胖 台风也清晰可见 预估最大瞬间风速恐飙破 每秒70公尺堪比新干线 可能把房屋吹垮 到底有多可怕 在实验当中 相同威力的狂风把大门整个吹飞 屋内就像被轰炸一样 加剧瞬间飞散 气上卫星也拍到了 宣兰诺恐怖画面 发现它暴风半径更小更对称 让它的威力更加凶猛 美国联合台风警报中心 已将它列为罕见超级强台 预计将为日本带来极大破坏 厘头巴基斯坦也管理电域 大水不断涌入巴林一处市集 楼房整个泡在水里水势湍急 联合国呼吁全球募集49亿台币 帮助救灾及人道救援 在西班牙也水深火热 遭逢1200年来最严重干旱 中部地区野火烧个不停 消防员冒险救火 现象还生 记者综合报导